你们的感受怎么样 第一堂课 上课的时候 你们回一下 是什么情况 什么节目 大家思考一下 第一个是放什么 就是我们临时国国嘛 再来 我们的宗旨 纸张嘛 有讲宗旨吗 纸张嘛 对不对 那大家再回一下 纸张是在讲什么 重点这个就是 这个是开幕式的时候 现在因为我们是 闭幕式的时候 开幕式 只要是在 讲纸张 跟我们的立场 是不是 大家回一下 重点是在讲什么 想想看 当然这个是我们的宗旨啦 等一下我们会讲 这个是我们的宗旨 现在我们就是在 开幕式的时候 我们的宗旨是什么 宗旨暴力 宗旨暴力 我们是 我们是 一级 我们是 一级 我们所说的就是 一级 国际法 战争法 跟旧金山和平条约 我们所说的就是一级 我们不使用暴力 也不使用武力 也不使用武力 把流亡政府 早一点把它请出 去金门 马祖跟平滩岛了 是不是这样 这个是我们的宗旨 这个是我们的主张嘛 当然跟流亡政府所做的事 我们不配合嘛 他推行的 我们不跟他合作不配合 这个事 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现在来啦 我们就要 我们就要谈到 现在啦 我们就要讲到啦 我们的宗旨啦 这个是我们的宗旨 我们的宗旨啦 就是为百姓设想 我们 为什么为百姓设想 因为以前流亡政府 他来 把人民 分为 两个 一个是 从 中国 撤退 来到 台湾 他们就是 说是 这一批人 都是怎么样 特别优惠 特别优惠 工作也好 退休 各方面 也都是 特别照顾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并不是 考虑整个全民 他又把我们 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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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 日本人 说 你回归 祖国了啦 他 跟我们讲说 回归祖国了啦 你们也是 中国人啦 你们认为 怎么样 思考一下 不对嘛 那 当然 我们 所指的 为百姓设想 这个是指的是什么 我们是 凡是 你愿意留在 本土 你愿意留在 台湾 认同 我们 我们都一世 怎么样 同仁 都是我们的百姓 所以说我们 为百姓设想 这一点 也跟大家 说明一下 所以 这个是 跟流亡政府 有所 七个 有所不同的 那么 我们 还 比 柯P还要早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观念 柯P在写春年的时候 当然 他说 改变成真 他主要的目的是 在写这句话 好了 主要的目的 他写这句话 这个是不是 跟我们的宗旨是一样的 我们的宗旨 就是为百姓设想 我们的宗旨 就是为百姓设想 我们的宗旨就是为百姓设想 所以 事实上 柯P都玩我们几年 他的思想 我们老早 都是 为百姓 为百姓设想 我们老早 我们老早就为百姓设想 我们老早就为百姓设想 那柯P就是 好了 了解这些以后了 我们 现在 再 先给大家了解这些 然后我们现在 再回到 大家所要知道的 这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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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治理国务卿 他管 亚太 第七的 他说 支持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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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不会 Baş解 為什麼美國有這麼能力來說,要給你做什麼,要給你做什麼? 這個大家想一想看,怎麼會美國前線這麼大,要給你做什麼,他講出來。 我們在回想前面幾個總統,李登輝當總統的時候,他想把台灣省廢掉,他就是台灣,他不要說台灣省。 美國說什麼?不可以啊,台灣省還存在啊,台灣省還有存在。 現在台灣省的沈子席是哪一位大家知道嗎?知道的舉手一下,現在的台灣省沈子席,都不知道。 林鄭哲,是以前新竹市的市長,你是新竹市人是不是? 林鄭哲,那你年紀比較大都知道。台灣省現在還在,也有省主席,也有支信委,支信員,就是支信議員啊。 林鄭哲,這些都在領台灣人民現在納稅的人。 為什麼台灣省不能廢掉呢? 美國說不可以啊,他還留有台灣省啊。 大家想想看這個問題,給大家思考這個問題。 為什麼?為什麼?大家要問啊。 我們已經明顯總統了,李登輝當總統了,李登輝要把台灣省,這個省拿掉。 美國說不可以。 所以現在還有動省,還動省呢,就是有台灣省,省主席還有呢,也是林鄭哲咧。 林鄭哲跟我同事過,他是一個私立大學的董事。 我也是私立大學的董事,曾經一起開過會幾年。 這個就是大家都很清楚。 再來再想想想看,阿扁總統,他選上總統以後,他說我來參加聯合國。 把所有的資料填一填寄到聯合國去。 所以,聯合國秘書長潘錫文,把他推薦啊。 不開,沒有拆風就把他推薦了。 大家思考這個問題。 要參加聯合國裡面,要參加聯合國裡面,一般要有四個要件。 可能上課的講師都有跟你們講了。 成立一個國家有四個要件。 第一個是什麼? 要土地。 現在台灣這塊土地,你看美國就在干涉啦。 你要會神,說不可以。 那這塊土地到底是台灣人民的嗎? 或是哪一個人的? 大家思考這個問題啊。 一定要有平鎮的喔。 不能說,住在這邊的人,就有擁有最快的土地。 是不是這樣? 啊不是嘛,一定要有。 好像你買一塊地,也要有所有錢賺啊。 所以這塊土地到台灣這塊土地,到現在。 我想大家來上課啦,都很清楚啦。 是誰的? 日本天王的。 就是住在這邊的人,就是住在這邊的人的啦。 這個照片。 這邊有一個照片有沒有。 住在這裡面的人,這邊是二重橋。 日本東京的二重橋。 日本東京的二重橋。 從這邊進去以後,可以到黃基。 就是日本天王就住在這裡面的人。 他擁有台灣這一塊土地的所有錢。 沒有來上課你們知道嗎? 知道不知道? 跟阿扁一樣說,我們來公投就好了啦。 由人民、住民來自決、自己表示的決定來公投。 美國怎麼講? 跟阿扁怎麼講? 你是麻煩製造者。 有沒有啊? 麻煩製造者。 用一個紅號給阿扁。 這個大家在去想啊。 為什麼奇怪? 兩個台灣本土的人。 真的也沒有辦法決定。 阿扁又講,我不可能。 以後所有的人,當總統的人也不可能。 阿扁也有講過這句話。 那這裡面就告訴我們了。 這個就講得很清楚了。 只能夠給你們做什麼? 自治了。 大家也可能就無煞煞嘛。 什麼叫做自治嘛。 為什麼不能成為一個獨立呢? 為什麼不能獨立呢? 為什麼不能獨立呢? 大家思考,為什麼不能獨立? 啊,只有給你們做出,不可以獨立。 美國告訴我們說, 獨立就是跟美國開戰。 獨立,你們台灣獨立的話, 就等於是美國打仗。 為什麼? 因為台灣這塊土地,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美國打下來的戰利品, 等於是攻下來的這塊土地, 它就是有, 主要就是它是佔領全國。 現在已經告訴我們了, 可以給我們自治。 為什麼這個時間點, 大家看這個時間點, 4月5號那個時候, 發出這個問題出來。 大家思考, 這個都要去大家思考。 3月份, 2014年3月份, 台灣發生了什麼事件。 大家想想看, 那時候發生什麼事件? 太陽花事件。 有50萬人走出來, 世界各地本土台灣人都出來響應。 那美國也緊張了, 為什麼它會緊張? 這些年輕人走出來, 它當初如果說我們要自己來公投我們台灣這塊土地的主權。 那到時候, 美國說不可以就麻煩了。 是不是有這種現象? 所以它趕緊趕快丟出來, 要給支持台灣自治。 那這個自治是什麼? 有一位台大經濟系的教授問我, 說, 張教授, 你們, 他曉得我在台灣民政府。 說, 你們走到最後是什麼情況? 他搞不清楚。 他說, 美國已經喊出來了, 你們以後要走到什麼狀況。 我當時候就跟他講說, 我們, 就像加拿大一樣, 就像澳大利亞一樣, 就像紐西蘭一樣, 他是英國國血, 英國, 他尊重英國女皇, 但是他們對外還是代表一個國家。 你看, 加拿大也是用加拿大。 紐西蘭也用紐西蘭。 但是他們是英國國血。 我們以後就是尊重天皇, 因為天皇有這塊土地的所有權, 我們尊重天皇。 我們當時就變成大日本聯邦, 大日本的邦連。 這個就是未來會走向這種現象。 那這樣清楚了嗎? 好啦, 那我們再來看。 這個就是重點在這個地方。 剛剛回國的金普蔥, 一般簡稱為金小刀, 很出名的金小刀, 金普蔥。 他流亡政府中華民國, 在美國等於是一個代表。 代表中華民國在美國。 當個代表。 去那邊兩年, 回來啊, 碰到馬英九跟馬英九講什麼。 大船離港論。 這個就是重點了。 有什麼叫做? 我叫做什麼叫做。 我叫做什麼叫做什麼叫做。 大船日港大船立港 那个时候小时候常 那大船日港当时候是描述的是什么 美国的军队很大 它的运食船也很大 带什么来 带面粉 带奶粉来 当时候叫做美元 美国来援助台湾 现在大船要怎么样 要离港 这个也不是我讲的 有时间 也有等于是地点 也有发表的人 这个就是很清楚 这个也是讲得很清楚 大家思考看看 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是这样 这个是中国的事情 所以我们 当然这个是中国的事情 中国他只要 事实上他们的高层人员 像是习近平 他都知道很清楚了 只是一些 他们比较下阶层的人 并不了解 他故意都会做一些 认为台湾跟澎湖 就是中国的 在联合国附带的宣传 附件里面 他们有钱收回台湾澎湖 就是打压 这个就是 中华民国的主权 中国在玩音的 他当然这个就是 要给这些联合国的小的国家 因为台湾他也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常常中共在 非洲或中南美洲 这些小国家 他们都是用什么 我到你那个地方开一条铁路给你们 你投我一票 这个小国家愿意不愿意 当然愿意啊 有时候到 其他的国家说 我跟你盖一个机场给你 都是这样 在非洲 很多地方啊 都是这样 因为台湾跟这些 国家没有什么 经济上的往来嘛 也不晓得嘛 他当然愿意啊 当然都是用这个 用音的玩法啦 这个只是告诉大家 事实上台湾 澎湖 跟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马英九就要把它拉上关系了 故意 告诉我们说什么 4月1号 我从小的时候受教育说 4月1号是什么节 愚人节 怎么这个国家会告诉我们 4月1号可以骗人的 发布的都不算 公告也不算 怎么会讲这些话 我们也搞莫名其妙嘛 我们也不去查 原来 进到台湾民政府 来了以后才说 原来都是在 玩音的啦 有鬼啦 为什么4月1号要讲愚人节 他怕4月1号嘛 他说4月1号好像是有鬼一样嘛 因为为什么 4月1号是1945年4月1号 日本在台湾实施 那个民治宪法 已经把台湾按照国际法的 所以说4月1号的那个步骤 台湾跟日本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领土啦 所以说4月1号是骗人的 那真的我们所说的教育是这样 他要骗我们 他说4月1号是骗人的 那这样大家不要听清楚 那这样4月1号是什么日子 就是日本在台湾实施 民治宪法 实施以后 台湾在国际地位上 就是属于日本的领土 跟日本是不可分割的 因为依照战争法 占领 不得怎么样 依转此前 流亡 不能怎么样 就地合法 这个我们来上课之 这两个铁则都要会嘛 其他到别的地方上课根本听不到 这样有没有清楚 这个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 所以他要骗我们 4月1号 4月1号 这个是不算的 日本来这边实施民治宪法 这个是不算的啦 所以这个不算 才有10月25号的 什么台湾光复节 台湾光复节 大家有没有看到那张照片 一定都有嘛 有没有 几面国旗 四面国旗 一个是 美国 英国 苏联 还有 乔连白 还有 中华民国的国旗 挂在那边 收光复节 现在啊 那个 今年啊 今年 那个 上一年跟今年 根本没有什么的庆祝 光复节 因为这个是 好小的嘛 骗人家的嘛 根本 历史乱 乱写 以我为例的话啦 我叫我的父亲 叫 奥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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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 日本时代 告诉我 我叫我的母亲 叫 他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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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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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文啊 文啊 那个 大家有这一张嘛 拿出来看看 我的 什么名字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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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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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如果还要 了解我 我们都第一次见面嘛 现在拿手机来打 你就打张文燕 把他打进去 拿手机来上网去查 查我嘛 你了解我一下 说我不是在卖药的 在菜籍卖药 我都可以查到人的 你打进去 张文燕 加两个字就好了 加教授 你可以找到我 因为我在研究所开课的时候 都叫我的学生 带笔电来 我讲到哪一个地方 你就上网打进去 找到的 举手一下 有找到了 如果还要更要了解我的 你要打进去 111四个一 人力银行 111四个一的人力银行 名人小传 这个传记里面 打张文燕 那也可以看到我 我从小的时候 我从小的时候 写到在义手大学那个阶段 都可以找到我了 所以说 可以了解我的专场 我本身是 到目前的话 工业 我们行政院工业工程委员会 专家写者 资料库的审查委员 我经常去各单位 经常去各政府机关 审查一些案子 前差不多三个礼拜前吧 去高雄市政府查过案子 審查一个案子 差不多两个月前吧 到屏东县政府也查过案子 很多啦 有时候都会 那这个就是 要告诉大家 我是什么人 大家看看 我是什么人 我父母亲 是日本人 日本人生下来的小孩子 是什么人 日本人 他说不是哦 生下来变成中国人 真的我们 拿的身份证说 是中国人 大家拿自己的身份证来看看 你 是不是写中华民国的 国民哦 你们又不是公民哦 那个告诉我们啊 课本告诉我们 超过二十岁以后就变成什么 公民嘛 但是你们拿的还是国民 因为他们违法 不敢说你们是公民 你们还是 国民 也有做记号呢 大家知道记号吗 就是做 做记号 就是你们 你们把身份证拿出来 有身份证的拿出来 那个都有被做记号 按号 在那个母亲那一栏 你看你的身份证拿出来 母亲那一栏 那些就是被做暗号 没有 他是用那个 有 要详细看才开 那个 才看有出来有试字啦 那些就是被做暗号啦 那些就是被做暗号啦 有没有 有嘛 是不是讲师都跟你讲了嘛 什么 文品很高 什么 文品很高 不是啦 不是啦 那个是 我是可以查得到的啦 不是 没理问 不是 这个只告诉大家 我们来这边的童心 你因为问到 拿这些来我再讲一个 你不要我收 我我收我们的 我去屏东县政府审查的时候啦 他请三个外聘委员 我是一个嘛 我穿这种服装去审查嘛 另外一个 是陈大 吴教授 那个是我们认识的 再一个 我不认识 因为他穿便服裤 三个人去审查 这是外聘的 审查完了以后啦 那个第三个 我不认识那个啊 跑来跟我说 他是童心啦 什么叫做童心 就像你们一样啦 我们就是童心啦 他自己跑来跟 因为他穿便服去审查嘛 我也不认识嘛 他跑来告诉我说 他是童心啦 我说哦那这样很好 那你名片给我看看 他拿出来 第一个 是高雄一个叫做 有一个科技大学喔 副教授 科技大学的副教授 再来 建筑师 专业 建筑师嘛 专业人士嘛 副教授 学者嘛 就是专家学者 所以被邀聘來 毕业是哪里 毕业是哪里 成功大学 建职系博士 我们童心啦 所以我们里面 真的人才很多啦 不是没有人才喔 有人说 我们这边都是 没有人才喔 因为 有的都不讲嘛 也不 事实上 我也跟他一点 不论是他 我真的不论他 他也来上过科拉 也没有表示 但是在一起 评审的时候 评审完了以后 他跑来说 他是童心嘛 所以我跟他要名片嘛 名片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 所以 大家来的 你们也都是人才啦 自己鼓掌一下 真的嘛 大家都是 因为你有这个心 你做事就會成功 你是成功 人家就怕你看为你是人才 你的判断是正确 你选对啦 要不然 有的 跟人家一直跑一直跑 跑那几年 什么都没有成果 那你们可以到这边来 那你们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选对啦 那你有心 因为谈到这个地方 我在一一一人力银行 四个一啊 那个时候邀请我参加的时候 他要我 两记格言啊 那如果你们去看一一一人力银行 名人小传 张文彦的话 他我那边有两记格言 有两记格言 重点就是态度 态度 态度 啊 是什么 因为 态度是成功的基础 做什么事 你来了 加日 我们 的同心 啊 应当要做什么 你态度要表现出来 你满手 今天晚上 各州都有办 参会嘛 你们有的就会 结束以后 就会出去嘛 就会去参加嘛 那台北州的有没有 今天 在这边有没有台北州的 都早一点回去了 是吗 台北州今天秘书长回去了 所以早一点回去了 有一點可能大家都回去 所以我告訴各位 這個就是態度的問題 還有有心 做什麼事都一樣 有心一定會成功 我當時候我就是說 我要考會計師 我考會計師我也拿到會計師證照啊 那我本身 三十幾歲 應該是三十六歲 拿到教授證書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的教授證書的號碼 是 三 應該是我的記憶力 三千七百多號 中華民國 有的死掉的 有的在中國沒有來的 那我是三千多號的 教授的證書啊 那這個都是什麼 我是印證啊 態度 跟有心 如果 大家要做某件事 你的態度跟有心 能夠實施 能夠實施 也奉勸 這幾個年輕人 一定要這樣 我也講一下 我自己女兒的 我自己女兒的 Case給大家 因為有年輕人嘛 我女兒 當時候 大學畢業的時候 跑來問我 說老爸 我要去工作了 工作的職場上 要注意什麼 我第一個問他說 你的臉 跟別人家的臉 一樣不一樣 因為他是在 白人社會工作 第一個 你是 有 黃種人嘛 他是 白種人的社會啊 你 很不錯 已經 進入 白種人的公司 在工作 啊 我先問說 他們 的上司 全部都是 白種人 他要用自己的人 還是要用你的黃種人 還是要用你的黃種人 你有沒有跟他們 一些 關係 沒有嘛 啊 所以我就告訴他們 我就告訴他們 我就告訴他 上司交代給你的 三天要做完了 你 你 能夠 兩天做完了 你又跑去 拿 說 我已經做好了 還有沒有什麼工作 我就告訴他這樣 他 就聽我這句話 他在 KPMG 大家都知道 也是世界公司 KPMG工作 他在那邊做三年 等於 一般跟他 同樣進氣的白種人啊 差不多 多的時間 他所處理的Case啊 差不多 將近六年的時間 可以說 他的工作 比人家 重一倍 他的 他的老闆一定說 重要的 趕時間的 都交給你去辦 這個黃種人 交代下去 都如期完成 他沒有完成自己加班 把他做完 都會完成 那如果你是老闆 你要用什麼人 你看 你如果是老闆 你會用他們自己的白種人嗎 他的白種人 他 給他三天 在那邊做 做 做到三天 事實上他兩天也做完了 就在那邊摸一天 他才說 啊 那我跟他講說 你一定要去要工作 他後來 等於 會計師也考上啦 啊 一下 他要說去英國 我說可以 那個時候我還 在大學裡面 工作 我說好了 兩個學校給你讀啦 兩個學校給你讀啦 那 劍橋 跟牛津 其他不要讀啦 其他不要讀啦 啊 去英國 一個禮拜 公司 人家就叫他來上班了 為什麼 他的資歷啦 他所查的帳啊 都是跨國大企業的帳 他 因為 國外在找工作 都是透過 啊 人力公司 去找 你把資歷丟出來 人家就邀你來面談 又談價格 講 那 那個 在台灣當時候 英鎊是 一比 六十的時候啊 他告訴我說 我把他算算齁 一天 可以拿到台幣三萬多塊錢 一天喔 像 像 我們這邊大學生 一個月 才有二十二K 你看差這麼多 他 在 在英國 工作一天 可以拿到三萬多 啊 就是這樣啊 因為他本身 在 KPMG 所查的帳 都是跨國公司 大的 企業 他本身 又 學 等於是 英國 會計制度 跟 國際 診責 國際 診責 那當時候 大家都在改變 採用國際診責 我們台灣已經也都用 國際診責 所以 這個 這個就是 告訴 年輕的朋友 一定要 把這兩個做好 一個是 態度 跟 有心 那你一定會成功的 對 我們再來看 這個大家 也蠻清楚的 大家可以上網去查 希拉蕾也曾經講過 他說 二十年後 二十年後 中國 會衰退 中國會衰退 為什麼 他這樣講 希拉蕾 他所說的 就是說 現在 中國 的 高官 的 親屬 兒子也好 百分之九十啊 高官喔 都在辦移民 都辦移民 這個就是 再來 中國 現在 現在 有錢的人 百分之八十的人 的 親戚 或是他的 建屬 也都在辦移民 那這個國家等於沒有什麼希望 以後 就是會垮下來的 那 我們再用一個簡單的 理論 來 加強 這個 如果 中國 把它看為一個很大的 池子 水池啦 水池啦 中國一個大水池啦 台灣是一個小水池 下面跟他打通 大水池 一個小水池 一個小水池 下面把它打通 那會形成怎麼樣 大家去想 一定是怎麼樣 大水池 當然它大一定是深嘛 輕嘛 那小水池 比較小 那一定比較切嘛 那會比較打通過 不然這些水都流流去什麼 沈的地方 所以 連戰 馬英九 都是犯了這些大雞 根本 根本 鼓勵 西進 有沒有 把台灣要掏空 獎勵台灣的企業 到中國去投資 公司 明明那些都是什麼 公務人員 也在帶動 全部要把台灣掏空 他們目的在做什麼 目的就是使台灣掏空嘛 以後他們要來接受方便嘛 台灣的水準 跟 中國的水準 一樣的話 你就 說什麼人來做哪好 他們就是 這種現象 這個很明顯 阿扁 阿扁 現在的馬英九 根本 就是對連戰沒有辦法嘛 當時如果 江炳坑 當時候還沒有開放啊 連戰也沒有開放 跑去以後回來 原辦 跟他判刑 關進去 會有今天嗎 絕對不會有今天 現在企業界大家都跑好去了 沒有問題嘛 大家都跑到那邊去 台灣工廠一直收工人 台灣本地人要找工作 所以這些年輕人 自己 沒有前途嘛 一個月 22K 你要買房子 你要做什麼事 都不可能嘛 所以 一定 一定 要 台灣民政府來解決這些事 因為 現在 我們 台灣 跟 美國 跟日本 相當 密切的 一定要 當時 他還沒有當第二任首相的時候 美國曾經問我們 問秘師長 說 他們說,日本的政界啦,你們對哪一個比較關機會好一點 安秘司長說,安倍晉三,還有一個十元正太郎,那時候是東京都市 因為那個年紀比較大,後來他又回國當首相 這個是做第二任的首相 他也有他的,因為美國也支持他 大家要記得,不再想想看,我們台幣曾經 美國一直要求我們升職,大家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我們當時候曾經到,一塊美金對二十五塊左右 有,有沒有這個經驗,有沒有碰到這一次,有嗎 為什麼當時候美國都一直說,要你升職,要你升職 我們也沒有辦法,就一直升職 日本,美國未來要幫助他 他就將日幣一直貶值,有沒有 美國有沒有干預 根本都沒有干預 根本都沒有干預 美國沒有干預,給他一直貶喔 目的在哪裡 要使他 在日本的經濟啊 搞好了 因為 因為 貶值以後 大家都會日本去參觀啦 要買日本的東西啦 便宜啦 所以說日本國內的經濟就好起來 好起來 他就有經費 所以 有這個 能力啊 擴充 這個 經費 美國要使他經濟好 所以 放任給他 一直貶值 所以 整個世界上的經濟也是在美國在控制 中國 怕啦 嚴重 中國 中國 事实上这个都是在对抗 我们应当不要参加 我们这个马政府他们说也要去参加 真的是 日本没有参加 美国也没有 所以很多这些都是经济 事实上经济跟政治绝对 相关 不要说政治是政治 经济是经济 没有这回事 政治可以影响经济 这个是绝对的 你说要经济来影响政治 也有可能 不是没有 他们都是相关的 我们在谈安倍 他为了要使他们解禁这个智慧队 早期的日本的众议院的这些议员 反对 我们日本不要打仗 我们日本不要打仗 我们 我们做诸位队就好了 他说要解禁 解禁 可以对海外动物 所以不听他的 百分之七十环对 所以他就把众议院国会解散 有没有 他把众议院的国会解散 重选 众议院选出来 百分之九十级都赞同他了 重选 险胜 也是蛮有 勇气的 把国会会掉 再重选 这些议院 大家就晓得了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 这个等于是 跟那个都 有相關 大船離港 大船離港 所以他 國安部怎麼樣 那個總統府這個地方 是日本的 早期是 總督府 如果大船離港 這些是原來 是日本的 你要趕快搬離 國安部在裡面也不行 有看到這個報道的舉手一下 以前 都沒有 有一個 我們又碰到了 2014 他出來喊 2015 2月份 他又出來喊 美國 東亞州立國務卿 羅斯 他又喊了 喊什麼 說 2015年是台灣 重要的政治年 現在 現在 是幾月份 9月份 是不是快到了 快結束了 我們來看看他 喊出來的有沒有對線 如果有對線 如果有對線的話 大家真的很福氣 如果有對線的話 哈記 搭上最後一班車 是不是 這個不是我在講 美國 美國 處理國務卿在講 美國處理國務卿在講 2015 是台灣 重要的政治年 什麼叫做政治年 大家想什麼叫做重要的政治年 去做政治年 還有 有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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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地方很有意識喔 大家看看最後這一集中 我們這裡面還有在 現在流亡政府所選的 是選什麼 中華民國的什麼 總統呢 因為 中華民國的總統跟選台灣不一樣喔 大家要搞清楚喔 所以在這個地方要注意到 中華民國所辦的選舉 都是流亡政府的選舉 所以柯批在選的時候連戰跟郝伯稱都說 柯批是黃民 主講這樣下面不敢講下去 我跟他補充 柯批是黃民 不能來跟我們選流亡政府首都的市長 這樣清楚嗎 連戰說 阿扁 切國 阿扁 請上總統他說 切了中華民國 那你是黃民 怎麼可以來偷拿這個中華民國的總統呢 所以說 你們這些華民都不可以當中華民國的 應當你們沒有資格嘛 他們流亡政府 他們流亡政府 外 那個 逃亡過來的這一班人 來選的啦 不是 日本 留下來的這些 本土 台灣的日本人 日本的台灣人 不能選啦 應該是這樣啦 但是要我們收稅 事實上 我們根本不要繳稅 我們不是他的人民嘛 我們也不要去當兵 我們為什麼去當兵 所以他們現在改徵兵嘛 我們去告了以後 改徵兵嘛 徵兵 徵不到嘛 事實上 他是我們敵人耶 中華民國是我們敵人耶 我們那時候是日本人 他來 來 來轟炸我們耶 美國也是我們敵人耶 當時 是這樣耶 大家想想看 那如果 你出去問 跟那個 我常做 警察的 計程車 計程車問一下 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 誰來公擊我們 誰來轟炸我們 他說日本啊 所以很多事情,他要扭曲這個事實。 所以他當了半年以後,他說要辭職了,先安排了,安排他全家。 安排他全家。 所以他當了半年以後,他說要辭職了。 都安排到美國去了。 辭職了,又回來了。 他說六月份,總統府又聘他為資政,又再領錢。 六月份又回來領錢。 跟這個政策下是當中華民國的政策下是當中華民國的政策下是當中華民國的政策下。 那當時候 離開啦 來看這個 這個是誰啊 講一句話 來3月6號 這個日期都要去思考這個問題 他3月4號 3月4號 總統府跟他聘執政 第二天 第二天 就叫他去美國了 他去美國做什麼 他講說要去哈佛跟斯坦佛去 等於是 等於是 去在那邊等於是 游血啦 就是 離開台灣到那邊去游血啦 是不是 這麼簡單 為什麼 問題出在哪裡呢 很多細節都可以給我們看出來 他為什麼 大家看看 為什麼 今天 說給你當執政 明天就叫你出國去 他的父親還生病喔 父親還生病喔 出去不久 他說 父親死了 再回來 一定有的人說 父親生病 一定要死他 死了以後 可能才有眼型嘛 不是 他就 去做什麼 看看這個日期 我們 告美國 第二次的告示 我們 去美國 告 中華民國跟美國 政府 是什麼時候 把那個時間查查看 我們什麼時候去告美國 2015年 2月多少 28 告來以後 美國法院 寄一張 通知 給外交部 外交部 看到了以後 看一看 打開看一看 再貼回去 說寄收 有沒有聽講 有沒有聽這個 價值 對 他 幾乎 哪個 對 大家 趕快,你看,3月4號聘資政,3月5號出去了,誰去送機,這個都是很奇妙的。 誰去送機?這個誰? 這個誰? 黃周金是當什麼任務?警政署長對不對? 為什麼他要出去派一個警察頭子陪著他出關? 動腦筋啊!為什麼? 為什麼派一個警察頭子幫他出關?幫他經過那個海關啊這些? 警察署長在管什麼的? 他在管什麼? 都是管這些出入關的這些人員嗎?是不是? 航管局的 他看到,他跟他出去,這些航管局的人 看到他一定是怎麼樣? 敬禮嘛! 會說,將一話你的皮包打開來看一看,會嗎?不會嘛! 這個就是奇怪的事啊! 派一個警察頭子幫他護航出關 這就是這有些靈앙師帳енд göre搜他 屬於外面,甚麼都指眼 哪有uch man 祂的主張商主張那麼 耳賞起來 此外串才無论 Tutaj 好,看看齁,這個很奇妙的事。 3月13號,那他這個,這批人是什麼時候就來了? 那他這個,這批人是什麼時候就來了? 大家看看這一張,這一張是什麼日期? 是什麼日期? 2284我們提告,告他嘛。 這個,下面這個地方。 5月17日。 什麼不是5月17日啊? 我們在華盛頓DC做記者會的日期是什麼時候? 3月12號。 3月12號,就是台灣的時間是3月13號。 為什麼這麼恰巧? 這一批人,是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主席羅伊斯這個人。 這個人,帶他外交委員會的人,跑到台北來,不去聽我們的演講。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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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去聽我們的演講?大家思考? 来看科皮好了 你们都喜欢去看科皮 回避了 我们的演讲 照讲他们都要在 都要去参加我们的演讲 大家思考吗 这些都是什么 政治的操作 这个叫做政治的操作 他随去 金普通 跟江鱼化 他们在那边操作这些 他们没有去参加 可能只叫些谁 说不定去叫一些 他们的助理 去看一看 事实上这个是不是很重要 这些都是 外交委员会的委员 内面 好 再来看看 有看到这份报导的 请搜一下好了 这边说什么 科匹说 他被捅一刀 如果在水里的话 鲨鱼就来咬去了 没命 但是他要比鲨鱼游得更快 捅一刀 在水里面捅一刀 那个鲜血就怎么样 流出来了 那鲨鱼 闻到了这个鲜血 就咬过来了 他 进险的时候 被人家捅几刀 可能两三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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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149 罗斯磊 举花 说这个不行 他就怎么样 把他所有的开支的账 跟他的收入的账 全部贴在他的进贤总部 不要用讲的 用讲的都会传错 你们要查 都来我们的进贤总部 看 去查 贴出来 这有没有高明 要不要用讲 要怎么讲 听的人 各人 各人讲 各人的 他推出来 你们来 自己来看 你要说 我有贪污 你们来看 账都在这边 再来 说在卖器官 和文哲卖器官 这个也是同一刀 类似这些 这个就是 现在又回到 也 柯文哲当市长了 以后了 事实上 日本就很清楚 日本很清楚 台湾是 他的土地 所以 他就派 我们 万安院时 东京 那么特勤队 派来 这边 了解 我们就可以 看出来 这个就表示什么 越来 同心大家注意 现在 越来的电视 的广告 日商 日本商界 越来 都来台湾 再投资 增加投资 增加广告 因为台湾是他的 因为台湾是他的嘛 商人最清楚 都来卡位了 所以 如果 有 年纪轻的 小孩子 是 赶快去 学日文 你 学了日文以后 你的找工作 还 以后 会更容易 日本的企业 会一直 来台湾投资 为什么他们会来 如果台湾跟他们一点没有什么关系 来这边他政府要花钱 这个都要来 仪器各方面都要来 我们这一次的大台湾 这个是五月份 我们这一次的大台湾是在 七月嘛 七月份是大 七月底是不是 大台湾 八月 八月二十二号左右 大台湾的时候 他们也有派 就难对来 我们应当也有他们的资料 我还要来 你看 来看看 八月七号 应当是在八月初嘛 大台湾是 这个日本 那个勤救队抵台 要僵侍台风的灾情投入第一线救灾 他没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他要花钱来吗 这个就显示了什么 台湾就是日本所有 所以很清楚了 除了可批的万岸演习 我们这边发生了台风 那么他也派来了 是不是这种现象 我们这个就告诉我们是什么情形 告诉我们未来 台湾以后会 一个是英文 一个是日文 一定是 日文英文都会 未来你要做生意也 也很好啊 可以走遍世界 这种许多未来 最后是 并不是 我们自身 我们自身 都在 按照 我们自身 都知道 然后 香港 很多 我 我 学生 爸爸 学生 学生 我要告诉大家 因为我们台湾民政府 如果今年12月20号再去日本 我们出去都是一百多人去 有没有听过 我们都是一百多人到日本去 那么我们去拜这个靖国神寿 跟日本天皇祝寿 我们已经联系四年了 今年再去是第五年 如果大家愿意去的话 你一定参加高级班 毕业以后 结业以后 你才有资格可以报名 愿意的人 可以上了高级班 就可以来报名了 我们的名额 一百二十个 我们还要去 是第五年 所以我们每一次去 都会给日本人 一般的人也搞不清楚 都是吓了一跳 原来台湾还是日本的土地 这个就是 我们已经去了 四年了 所以他们都知道 他们都一直来了 在前几年 我也接到那个 Email 叫我去参加什么 日本的一个研讨会 那个研讨会是 一些日本的设计家 在高雄一个研讨会 邀请我们去参加 那我看到日本的设计的单位 来台湾在推广 我也去参加 我也去了解一下 事实上一直发现 现在日本都一直过来了 这个就是事实嘛 这些所以给大家思考 大家去思考 再看看这一章 真的是不是越来关系越好 为什么 那个李总统 见了安倍以后 九十三岁了 他才敢喊出来 还没有见安倍啊 他还不敢讲 九十三岁了 一个总统 要到国外去 是这么简单吗 大家思考 如果你 九十三岁你要出去 应当可以出去 一个总统 以前的总统 要到别的国家 去 又九十三岁了 是那么简单吗 一定有任务的嘛 没有任务他 还会去吗 对方的国家 会不会安排 一定会嘛 起来以后 见了安倍以后 他喊出来了什么 自己想 喊出来他说 他还有五年的时间 他也要为台湾打拼 他也要为台湾打拼 他才敢讲说 他是日本人 类似这些 好了 这个 那 我们先 到这个地方 我要麻烦我们 童心来放放一些 影片 来补充一下 我们要 给大家看 那个平坛的 实验区的 历史 来看 平坛实验区的历史 来 这个来 统战的手法 可能又来了 好 现在很多人都打算去平坛岛 为什么是这个岛呢 好 有人说呢 你如果愿意去大陆单光的话 你就可以到这里来 好 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平坛县跟台湾呢 航程是三小时的距离 不算太远 他们现在开始呢 就在大举的挖角 我们台湾的人才 特别打造了 这么一个平坛实验区 里面的管理阶层通通用的是台湾人 它的总规制复制台湾 而且呢据说 民调当中有47%的人是愿意当中国官 年薪当然很高了 大概是两三百万元 接近是台湾部长级的薪水了 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 还传出他们有意思要延览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是担任整个区里面最高管理的职务 可是亲民党否认了 船身高达四层楼 附设豪华内装 利纳伦正式起航 从台北开往平坛 大陆福建向台湾招手 要找一千人去当官 我有去过 你有去过大陆吗 对 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太差了 因为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 如果说他寄出年薪两三百万呢 哦 那可能就会考虑 商品城加紧赶工 大片荒地未来要盖高铁 福建平坛实验区 号称两岸共治 找台湾人到大陆当公务员 网络真才职务五花八门 每年可领二十万到六十万的人民币 最高年薪相当台币三百万 他们是号称对于台湾的开放的 最后一个经济特区 最后一个机会 所以本身来讲 平坛整个设计 就是针对台湾的工商业 来做一个整体计划 拿高薪当诱饵 第一波吸引七十多人投履历 最后只取六人 录取率不到十% 全是狠角色 曾经参选市议员 金汉生计负责人杜德红 现任平坛议院副院长 交通与投资公司副总杨哲安 还有平坛区管委会副主委梁晴龙 都有金融背景 甚至传出清明党主席宋楚瑜 也在沿览名单 实在是太小看也太侮辱了宋主席了 国民党新党 这都是最严重的 甚至于说有了政党 他们的党主席都有在那边设办公室 区内特别标示 距离台湾只有68海里 交通薪水双管齐下 试图把台湾人才一网打尽 三地新闻台北中央不到 我稍微再补充一下 为什么要受这个平坛 这个等于是这个区域 问题就是美国跟中共都讲好了 如果他们进来以后 可能这些中国在台湾 撤退来的这些人 他要回去 那回去的时候 可能到处乱跑 中共也紧张 美国也不希望有中共乱起来 所以跟中共讲说 你有没有办法画一个地方 给他们安身立命的地方 所以考虑这个平坛 起来以后方便 你们都到台币也可以用 你是有证照的 台湾的证照都可以用 车子也可以开过去 所以这样的话 他们容易 现在有台中港定期航班 台北港定期航班 都有在跑 所以以后 你们台湾 如果跑掉了300万人 跑去平坛 如果在那边乱起来 他把它炸掉就好了 把这个炸掉 你们怕不会乱到中国的内地里面去 就比较好管理 这个事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报道 绝对中共在福建平坛设立实验区 福建圣商抵台大力推销 并进行非法招商 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 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 告诉台湾民众 平坛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 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 抗议中共引资伎俩 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 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坛实验区 提出各项投资力多 受害台商表示 现在这个平坛说两岸共同设计 共同经营 共同开发 最后共同共享 其实是骗人的 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翁的新招 这个就很摆明的 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 因为平坦 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 然后设下一个陷阱 然后让我们 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 台商一进去以后 他就往中招鱉了 开始宅你们 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 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 说中国现在的司法 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 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 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 中共的这些 这些伎俩呢 我们已经看透了 中共就是这样 每次 就是他如果法力赢你了 他就依法办 法力输你了 他就用抢劫霸占 司法在中国大陆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 这根本就没用 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 告诉法务部说 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复制範围之内 我把海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复制 拿给他看 这个白纸黑柱 赌足罪啊 怎么会没有呢 那法务部说 他们说没有 我也没办法 所以我们的 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 他说没有就没有 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 要用血泪教训 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 新唐的雅帝电视 秋天喜照阳 台湾台中才 好 那我稍微再补充一下 我本身 我本身是仲裁人 中华民国仲裁协会的仲裁人 仲裁人简单讲就是民间法官 有冲突的时候可以请调解仲裁来审判 刚好中国跟台湾的仲裁协会 在北京第一届办的研讨会 我有去北京过 参加了 去了 去了以后 我参加研讨会 最后Q&A的时候 请问 那么当时候人民大会的大法官 我问他说 为什么台商在中国打官司都判输 他跟我回答怎么样 说违背中国政策的都判输 你看看 什么叫做违背中国政策 所以他那个讲的 刚刚他也讲了 他说有法律 按法律 没有法律 抢夺霸占 这个就是事实上 如果你们亲戚朋友 在中国有做生意的话 现在能够赚到钱 赶快会回来 赶快收一收 可能生命还保得住 到后来 说不定以后都保不住 也不一定 这个只是 在我们的经验上 是这样的 那我们 当然 这个也稍微讲一下 这个是 在四月 差不多五号的时候 我们太阳花 又冲进行政院的时候 这位 辅仁大学的 克奏教授 也摸进去了 他中文看得懂 跑进去行政院 这些高官 行政院的高官 都在造假 你看 这时候一点通 要公务人员 至少每天要点五十次 好像按 站站站站站站站 按五十次 这个是不是在造假 所以 我想这个可能会被击除 出境 那可能 因为 因为他 他 教课 不教课 跑进去参加这个活动 又 又把这个 造出来 公告出来 这个真的是 好了 那我们现在要麻烦我们同心来放那个 我们身份证 那个使用的 情形 有一个现身说法 身份证的使用的现身说法 好了 这个好了 来 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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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大家 习弟姐妹平安 平安 今后 非常好的机会 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 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 毕竟 毕竟常常 非常清楚 毕竟 干单的事情 是什么样的简单 又清楚 就像我们 4月24号 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 我们就用 ID 而且我们 20号 傍晚进入到 美国海关的时候 我就跟海关说 我这边有ID 他也 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 然后 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 我又 几个童心说 呀呼呀呼 过来 过来 还为是 要准备吃山猪 这个美国没有山猪 那 我们去的时候 怎么要去那里 原来又要到 国务院 那国务院呢 我们七个人就进去 那 只有用 ID 一放进去 shut 好 OK 我就进去了 这是非常好的见证 这不是高沙主做的 黑熊里面的 这个腰直 不是 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 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 毕书定 飞 飞 飞 箱 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这个流亡政府 常常说 一变成了二 二变成了五 难怪我们高沙主说 一二三四也不知道 一加一等于二 所以真的搞混了 这个流亡政府 混到 不要讲好了 我就在美国亲自亲验 有这样的见证 所以非常千真万确 那其他的活动 有其他的同心来讲 谢谢各位 好 我补充一下 不知道我们这里有什么 这个 我 这个 就是当时候 他们来 回来以后 刚好在上课 像今天这个 时间 我就 刚好 他们也有来了 请他们来 现身说话 所以 这一张 我也可以 跟大家讲 这个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的 我们 不要被人家 骗掉 我们这个是金骗的 金骗的 如果说 不是金骗 那都是假的啦 我们 我这一张 也被 达赖喇嘛 加持过了 所谓 我 刚好 我们有去 达兰沙拉 去 拜访达赖喇嘛 他 谈到我们台湾民政府说 讲一讲说 我们又有身份证了 拿出来给他看 这个 就是 跟 我在日本也用过 去 花钱 这一张 他 把他 换回来 所以 这一张 绝对是 百分之百正确 很多 童心 都有 这个 经历 这个 也要 告诉大家 这一张 赶快去办 这一张 还没有办得 举手一下 好吗 大家都有啦 还没有办出来 好 这个 这个就是 也告诉大家 这是百分之百 你看 我们同情 这个 他去 关岛 他就拿出来 跟海关讲说 你可不可以 跟我盖个孕啊 他就看一看 的确 这个是正式的 他也跟你盖孕啊 在这里面 就要 现在 因为 时间上的因素 我们要 拜托 大家 办两天 是 好不好 好 第一个 介绍 啊 年轻的 像前面的 这几个 都是 年轻的啊 都要介绍 年轻的 啊 又有专业的 来上课 再来 回去啦 一定要 赶快 叫大家来办这一张 因为 这样才能够 证明你是 本土台湾人 我们出去 我们不是中国人 你如果 我拿那一张身份证 到国外去都没有用 所以我出国 也都带这一张出去 你在 你在 外面 碰到的话 拿出来 一照 如果你是美国系统的 那些海关系统的 一照资料都 可以显现出来 绝对百分之百 分 所以说 拜托大家 因为 你们还有 高级班嘛 还有高级班的话 应当是下个礼拜嘛 希望你们 带来报名 有机会 就可以去参加 日本的 活动 因为 去日本 拜 靖国神社 拜 跟 看天皇 那是很难得的 也是 你在 写自己的历史 这样 好不好 好 今天我们就到这边结束 感谢大家